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先报一报时间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日,下午4点多 昨天本来想录一节关于Wilmslow 我住的地方的资讯给大家看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想我多说Wilmslow 地区、阵和周边的地方 我信众要求,说一说Wilmslow Wilmslow有很多东西要说 因为我住在那里 我现在先说一说地理环境 这里就是Wilmslow 它来曼城大约是13米左右 这里就是Starkport 这里就是Sale Sale就很多人知道了 OK 我拉下一点,因为我现在在说Wilmslow Wilmslow在这里 Sale在这里 Nutsford Nutsford就是尖沙咀 有个地方的洛士佛台 这个就是洛士佛 这里是Muckelsville 一说到Wilmslow 就一定要说 它的柴棍金三角 柴棍金三角就是Wilmslow Oderley Edge 和Predsbury 这里是金三角 Wilmslow 金三角 周边的环境也是不错的 也是不错的 Hanforth 以前属于Wilmslow 但现在已经分开了 属于Hanforth Hanforth Hill Green 也是近着Hanforth 这两个地方 都是中等的地方 不过不失的 这里就是曼城机场 就来Wilmslow 4-5米 这里是Wilmslow 曼城机场 Wilmslow Wilmslow 就是大曼特斯特 一个很大的公屋区 以前的声明 不太好 但最近的20年 因为很多新的私人房屋 在那里建立了 就开始越来越 比较上 改善了 但都属于一个 中间偏下的地方 Sale Temporary 和Otringham 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 这里就是 曼城区 大曼城区 一个高尚的住宅区 高尚的住宅区 高尚的住宅区 那我们看看这里 这里 这里 就是Stopport Bramhaw Credo Hume 和Credo 和Credo 都是曼城藍的 一个住宅区 以首选 Bramhaw 和Credo Hume 比较理想 是属于中上的地方 Stopport 中间 Credo 也是中间 Credo 离开曼城 大概是7-8米路 Stopport 都是7-8米路 Bramhaw 和Credo 离开曼城 大概是10米路 而Bramhaw 和Credo 也比较近Wimsle 正式 近朱者尺 近墨者黑 所以 Bramhaw 和Credo 也是不错的地方 再远一点 Muckelsville 就已经差不多上山区 这边就是山区 Muckelsville 也是OK的 不是太差 也不是太好 下一点 柴棍以南 就是Nusford 和Mobili 都不错的 Nusford 去曼城 都很近的 因为 由Nusford 上去M56 或者Mobili 上去M56 接着 就可以去到 曼城 M56 所以 换句话说 Wimsle 周边的地方 4-5米的地方 都是不错的 加上这一边 Sale Template Altringham 都不错的 这样 Altringham 亦有两个很高尚的地方 就是Bodden 和Hale 这两个地方 就是全大曼城区 最高尚 最多有钱人住的地方 而 而这个 Dunkham Messi 这个 这个地方 亦都是很好 大家都看到 它有个 Golf Club 在这 这个地方 亦都是很好住的 但是 这个地方 就是 比较上 市交 Bodden 都是属于市交 如果你买东西 如果买东西 就没有东西 一定要到Altringham 买东西 步行下去 起码要走一米路 Hale 就不同 Hale 就是一个 自工自给的地方 你不一定要到Altringham 但是 它这里 都可以自工自给 买日常的东西 刚才给完 大家看 地图 现在言归正传 昨天去送餐 我们也藉着这个机会 给大家 网友看一下 送餐的情况 是怎样 我都 希望解释得清楚 你们也有一个概念 送餐是怎样的情形 好了 说回Wilmslow 这个地方 Wilmslow 就是我住了22年 由第一天 开始住到现在 只有每一天都会喜欢 没有令我失望 这22年 看着它的转变 都是改善的 没有走下坡 有一个大型的机构 大型的公司 都陆续来到 Wilmslow 开公司 或者开总公司 有一间很大的公司 叫Waters 是美国公司来的 来到 Wilmslow 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分行 我想大大话话 都有半个足球场 甚至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 在Wilmslow的阵中心 尾一米路 很多人在上班 Wilmslow的地理环境 就是在柴郡 和大曼城区的边缘 OK 有一个地理的优势 第一它近到曼城 第二 它近到高速公路的network 第三 它近到机场 曼城 很多人 就是 Executive Professionals 都喜欢住在 Wilmslow Orderley Edge Presbury Hale Boden Ochringham 因为这几个市镇 属于 市郊 市郊 可以给到一些 可以拿得起钱的人 一个生活的空间 和生活的质素 如果你说 去到Presbury 去到Orderley Edge 就真的比较市郊 因为Presbury 是一个很小小的一个Village 而Orderley Edge 都有一个Village 就是我意思的Village 大家知道 第一条大街 两边Shop 叫做Village 就没有一个 中间 即是中间有一个Circle 十字一条街道 这样就维之到市中 正中心 Orderley Edge 和Presbury 都没有 但唯独 Wilmslow 就有 说回 Wilmslow的发展历史 就是因为 Orderley Edge 和Presbury 的地方有限 因为Orderley Edge 和Presbury 是半山 就是这样上的 就不是平原 所以 有很多地方 都是伊山 而建设的 就没有那么方便 就没有主要公路去到 曼城 或者出机场 唯独市 Wilmslow 就是一条A34 A34 就是贯通柴棍 和曼城的一条主要公路 最近这三多年 他就开了一条Bypass 什么叫Bypass 就是 不需要再经 Orderley Edge 和Presbury 就已经可以 一条快速的 比较快速的公路 就去到很曼城 是两条上 两条下 就可以走60米 70米 很快 最近两年前 就开了一条 叫做 Airport Expressway 就由山区 一路铲 Wilmslow 外面 再铲到机场 亦是开了一条路 交通来说 Wilmslow 是比较方便的 而去Orderley Edge 和Presbury 那两个地方 就比较偏僻 比较多 OK 说了 Wilmslow 受惠了 他近机场 近曼城 和快速公路 就受惠了这里 加上 Wilmslow 也有 很多 大公司 在设计 分公司 或设计 工厂 亦都 助就了 Wilmslow 的经济 加上 Wilmslow 事实上是有个 鎮中心 不是一条街 旁边店铺 那类 那类 village center 是一个鎮中心 是一个 town center 所以 无论 衣 食 住 行 都是方便的 那 Wilmslow 近机场 机场 曼城 是全英国 第二大的机场 它是有国际航班的 现在 由 曼城 飞去 香港 是有国泰直飞的 12个小时 就飞到香港 亦都由 曼城 有很多飞机 飞去 亞洲 北美 南美 甚至乎 欧洲 大陆 都很方便 那 我都常常去 这个 亚洲那边玩 去马来西亚 去泰国 去 台湾 日本 我都常常去玩 是方便的 它是要停一站 但是它是有机 有机 有机 譬如说你飞日本的 那它可能 停香港 就再飞日本 如果飞台湾 停香港 再飞日本 飞马来西亚的 它就停新加坡 再飞马来西亚 去泰国的 就可能 你坐这个 阿联邮 停杜拜 就飞泰国 澳洲 亦都方便的 有曼城 飞到去新加坡 新加坡 再下去澳洲 亦都方便 如果你说去北美 那边 那边 就更加方便 因为我们飞去多罗多 是八个钟头 以上 说完 我们受惠了机场 因为机场 是全英国第二大的机场 是一个国际机场 不像 尼密浦 尼加斯尔 比尼加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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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机场 因为那些机场 是内陆机场 比尼加斯尔 最近 都开始 开办 国际航线 但是 我知道 反应不好 因为机场 设施问题 现在 曼城 机场 开始 做第四条 跑道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机场 这么大 也做就了 很多 商机 和就业机会 很多机师 空姐 地勤人员 在机场 工作的人 那些 属于 是半专业 甚至乎 executive managerial 工种 都在Wimstall 找地方住 买好 租好 都会在Wimstall 亦都有人在Nusford 但是 因为Nusford 没有Wimstall 那么大 所以 那些人 是选择去Wimstall 多些 所以 Wimstall 有点 叫做得天独厚 亦都加上 Wimstall 有几间 大型的公司 刚才说了 一间叫Waters 另外一间 就是 AstraZeneca 相信大家可能听过 是一间很大的药厂 来的 差不多等于 Bitchum Sweet Kline Bitchum 那间大的药 Uliliver 那些大型的 跨国药厂来的 另外 亦都有好几间 现疏公司 Royal London 那些现疏公司 Wimstall 亦都有很多 中大型的 会计师事务所 亦都有 律师行 亦都有 所以 聚集了很多 专业人士 在这里住 这样 大老板 你说 例如在 曼城 有大公司的大老板 他们 通常来说 如果不是 住在 西奥 波顿 奥全行 那边 多数都住在 Orderley Edge Presby 和Wimstall 所以 他说不好听 就是 物以累累 所以Wimstall的区 是比较高尚的 和治安 是比较好的 市容亦都很整齐 很整齐 说了 Wimstall的地理 地理环境 下一节 我会再说 关于 Wimstall的 楼价 治安 教育 日常生活 一切一切的 事件 我今天 就录着这么多 给大家 看着 如果 网友有什么提问 你可以 电邮给我 这个电邮 这个就是我的电邮 OK 希望大家 喜欢第一节 关于 Wimstall的视频 拜拜